大家送上來兩場女單的一個八強賽事 當然在今年這個舉辦城市 錄賽道夫真的每一次的一個開場 我相信也會讓觀眾朋友 非常的印象深刻 這個媲美演唱會等級的一個開場儀式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上 就是在今天一號桌還有二號桌 所有進場的一個選手 就是同步會要來進行的賽程 當然我們的電視訊號 為大家鎖定的是二號桌 而且在今年的這個女單方面 打到現在這個前八 基本上感覺就是強者強弱 強者很強 因為順利的話就是都是 中國隊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前八 晉級 對 等於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冷門 沒有冷門出現 所以接下來從現在開始的八強 那真的就是高手過招 對 場場都是頂尖的對決 對 包括我們現在要送上來的這一場 是要由世界排名第三的朱宇林 來面對同胞的選手陳夢 這場賽事 光是看這個內容就已經知道不得了 對 會是一場高強度高質量 甚至可以說這個回合也會是相當多 所以可以 可以預測一下這場比賽 我想做這個賽前的局數預測 我想也最少會進入到4比1 4比2 我個人是預估 4比1還要預測 4比2 你剛剛前面講的長拉鋸成這樣 跟你說4比1 最少會4比2 我們來看看這間預測會不會準確 好 以散播的角度的話 我們是不能認同你更多 盡量不要4比3 對 怕會拖到後面的賽程 因為我們重點重頭戲就是 應該預計是12點半左右 順利的話 表定時間 台灣時間凌晨12點半 這個要全國的軍民同胞們萬聰一星 來幫我們的台灣的桌球教父啊 莊志願來加油打氣啊 對 所以前面這些賽程 盡量不要延誤到大家收看的時間 但不過因為我們想說你看這三天 這已經第三天的賽程 前面兩天你可以看到因為 所以的確在當今桌壇 還是亞洲人就是強權的這個 對 這個比例上還是滿高的 所以那個分數的落差就會比較明顯 所以很多比賽排定了一個小時 但可能30分鐘就進行完了 但進入到現在八強開始 真的就理論上不會這麼好過關了 因為即便是同胞的選手 哇這個在場上 這是要明算帳的事情 對 跟錢有關 跟榮譽有關 跟排名有關 我太直接了 太直白了 我就覺得 就是要賺錢啊 很合理 當然是有獎金啦 不過這個事情在這個 名次喔 還是大過於金錢所得 當然當然 太改了 不過今年的這個籤表的分佈 其實對中國來說是 要說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我們這兩場賽事 你可以看到在下半段 八強 就是切連半 四個選手都是中國的 在下半段 所以他們等於一定就會要倒三個人 最後就一定會倒三個人 好我們先看看 朱雨霖世界排名第三 今年才22歲 他是右手持拍的一個選手 不過因為就是單打 這個是在前有這個 劉詩文又有丁寧在的情況 所以他才22歲 對 所以他過去在市井賽的這個舞台 最好的這個成績都是集中 拿金牌的成績都是在女霜 還有團體的賽事 對 個人項目還沒有太突出的這個表現 那如果今年要更上一層樓的話 那也是關關要難過 要想辦法把關關過 因為順利的話假設 如果都以排名來看 他就過了這關 下一關那就是劉詩文 對 決賽兵民 差不多就是這樣 也就是這樣子 也很正常 你這個要在單向賽打冠軍 勢必要過兩個 最少兩個中國選手 這是最基本的 對陳夢來說 當然這個難度就會更高 不過他這個世界排名 也是前五的高手 當然最重要的是 他有一個全中國最受歡迎的表哥 應該會在電視機前面收看 幫他加油 不知道是什麼 黃曉明 他是黃曉明的表妹 那當明星好了 不會有這個表妹 真的在中國競爭這麼激烈的女子桌壇 她可以占有一棲之地 所以也是滿不容易的一件事 滿不容易的 他也會幫他加油 是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親 但是這個因為籤表的這個關係 我們下一場比賽看到的是劉詩文跟穆子 那這個穆子的狀況 我們在下一場比賽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做這個分析 但只是就是說這個籤對中國來說 他們其實頭是滿大的 對 不管是先前 目前被叫回去調查的孔令輝 還是接手當總教練的劉國良等等這些 或者李准 這個都是說 原本希望穆子可以抽在上半部 因為結果天不從人怨 所以整個上半部的籤表 就只有叮嚀一個人 要自己獨守上半部 所以這個對中國來說 並不是一件好事 沒錯 因為就代表 這個要是丁寧有一個什麼閃失的話 哇 那就這樣 壓力就會 另外半部的壓力很大 對 金牌又可能會落在別的國家 包括日本的這個選手手上 哇 那就不得了 哇 這就除了亞警賽丟掉之外 這個市警賽再丟 這個市警賽我們在第一天的時候 也有講過 今年對女丹來說 他們是要 中國要12連霸 而且這個12連霸挑戰的是 穿金帶銀 所以如果丁寧那一天 沒有守成的話 沒有說這個穆子抽了籤來 幫他分神的話 他要是有個什麼閃失的話 這個紀錄都會破 這破一下也沒關係 對 但對中國就很 沒有關係 也沒關係 對他們來說應該也沒有關係 人真好 這個 為了平衡這個桌球的生態 其實 偶爾 讓一些牌給別人 也不是什麼 也是可以促進其他國家的發展 對 但 不是 但 我是說 因為你到穿金帶銀 他還是跟前友 又是這麼齊白 他第四名的前跟第一名的前 差很多 差很多 好 再來這場比賽果然一開始 開局兩邊呢 就是形成一個拉鋸 陳夢呢 是 一開始是先拿兩分 不過 朱雨琳呢 是扳回了一分 剛剛這一拍呢 剛剛這一拍 陳夢 直球的質量比較高 兩個人打法其實很類似 右手橫拍 那 這個 也都是 無拳結合快攻 所以兩個人在反手的 這個爭奪上面 攻防轉換的部分 其實實力都相當足 就看誰 在前三板比較敢打 比較果斷 包袱比較少的 就能夠 心態比較好 因為兩個人都想要 在這個試錦賽 再次 來證明自己的 這個能力 以及實力 所以有時候在想法上面 或是包袱上面 是比較重 那就看誰 能夠擺脫這個包袱 或者是說 在思想上面 或者是在準備上面 心態上面保持比較好 就在這場比賽會比較有多的機會 所以我想可能 對台灣的桌球民 或者是觀眾朋友 可能會沒有辦法想像 中國就已經這麼強了 都統治這個地球的桌球比賽 怎麼還會這些選手 還要在那邊彼此打得這麼殘烈 但其實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因為人家對面有14 快要14億的人口 你也排了一個前五名 在世界地理 就是大家想要 這個 搶這個位置 會是搶破頭的 真的 然後你守這個位置的人 也會有 莫大的壓力 因為後面的罪兵 真的是很多 這場比賽果然 第一局 就是一個拉鋸 這個球 自己主動進攻的機會 在拉丟 當然我們剛剛提過 在試錦賽 這個朱宜霖大概是雙打 或是團體賽上 成績是比較出色的 在單打還在尋求突破 那同樣的道理 對陳夢來說也是 不是 這兩個人基本上年紀幾乎是相同的 所以 陳夢反而還要再厚一點 因為他主要的成績是在 在試錦賽也是有雙打的冠軍 對 但今年的試錦賽 也就要再到試錦賽這個成績 對這兩個人來說 如果在單打上 還要再有所提升 這個強度真的會比較高 對 門檻比較高 試錦賽 不過一般來說 以中國選手來說 這個參加試錦賽 目標都是一樣的 這是指著金牌為目標 因為畢竟這是最能夠 含金量最高的比賽 對 那也證明自己的身價 證明自己的實力 有到這個成績 所以我們才會說在 包括我們上個月在轉播 這個亞錦賽的這個時候 我們就提過 是韓國戰的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提過 那時候中國的選手是集體缺席 對 因為他們閉關一個月是他們的 這個封閉訓練 對 是他們的 本來都這麼做的 對 以往按照往年的慣例 都是這樣子 在試錦賽之前的封閉訓練 跟奧運 大賽之前他們都會做一個 整體的封閉訓練 對 我已經看到他們 要當一個 站在高處求敗的王者 這個也是有要熟成的壓力 對 一天練三餐 那整個相當規律喔 在不管在飲食 都是統一集中住宿管理喔 甚至有時候還有軍訓 軍事訓練 這個部分 在這個 軍事訓練上面 等於是做一個心理上的 收心操喔 其實 這可能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但因為你要是有 從事體育運動的人 或者其實 在社會上競爭也都是一樣 你在那個高處 所有人都在等著看你好戲 你只要一摔下來 你就是頭條 對 所以有時候 你這個成績不是不好 你有無限空間 可以往上爬 爬樂大家都會稱讚你 沒錯 已經在進步 但對中國來說 這些球員就是 都有 要保持在頂峰是最難的 你已經在頂峰了 沒有再上去 你要一直守著 這比較辛苦 所以這已經 從過往 像現在 不是說桌球 在羽球的這個項目 他們的女子 對 已經倒台了 開始 沒有像過去那麼犀利了 沒錯 馬上就被討論 檢討 這是 不斷地修正 就是這樣子 至少現在 而且 同樣的情況在現在的 中國的女子桌壇 也有一點 這個危險 因為有評也沒雨在 對 在後面在這個雅錦賽 的威脅 整個奪金對於 這個女子對 是滿大的情訊 因為當時 在雅錦賽的時候 過三關 這個基本上就好像 很大主力 好像是女關公一樣 過五關斬六將 這個 打了三關 就包發陳夢 這陳夢跟 陳夢跟朱宇林 兩個 然後再加上 這個丁寧 丁寧 唯一逃過的就是 她最怕的 劉思文沒遇到 所以才會 那個時候又是 我掀起千堆雪 因為 你知道我講說 她中國的女桌 前面排名這幾個人 接力敗給一個 日本的女將 這敢不可能的事情 這以往是不太可能 敗一個就算了 就算了 她連三個 這個真的是 所以那個時候 皮眼美雨的那個冠軍 是 國族英雄 再加上中日情節 好 現在第一局 陳夢在拉鋸的情況下 現在取得了 兩分的這個橘墨點 對 不過兩個人其實蠻接近的 所以誰輸誰贏 其實都在 合理範圍之內 不過這個進的情況 並不是說 比對拍對了 非常多拍 並不是說 拉了很久 對 反正都是有一些 像剛剛這樣子的 揭發球的失誤 或者是在 長拉球的這種失誤 對 第一局還是比較多 這種無謂失誤 其實跟這個 上去 就像暖肌 都是一樣的 進入狀況 這個速度 兩個人也都不太一樣 關鍵了 好球 好球 說完這幾線比較多地拉開了 就可以兩個橘墨點 現在雙方變成 10比10 所以錯過了這個橘墨點了 你看到陳夢也 滿可惜的 滿沮喪的 好球 好球 現在的傭視 陳夢自己發球 看能不能先 上手先拉住 好球 好球 在場的 屏幕點的機會 這個球陳夢擺脫得不錯 先做變現 機會球沒有拉上 自己的機會措施掉了 這個球其實陳夢發得並不是特別理想 其實有點危險 發在正中央是正手可以起板的機會 不過陳夢這個球自己拉丟是相對可惜 因為這個機會並不是常常有 換了陳夢直接發球得分 兩個人其實節奏也都放得很慢 想得比較仔細了 主動側身 還是DUCE 算到了這個球陳夢回擊的落點 第一局就要打成這樣 想要連拿兩分都這麼困難 好 節奏還是很慢喔 現在第一局的爭奪相對重要喔 這個球沒有絲毫 這次朱古霖在這一局第一次 終於給他拿到一次橘墨點的機會了 對 前面都是一路在苦追 對陳夢來說現在可能會有 一些心理上的壓力 前面三次橘墨點都拿不下來 現在通常這個狀態是 你一被對手拿到橘墨 很容易第一次就拿下來 結果自己注意你也 自己拉丟 所以光第一局 現在就已經拉不完了 節奏都放得比較慢一些 對 打得相對的謹慎喔 因為畢竟第一局很重要 這個球難度也不是很高喔 還是朱古霖的橘墨點 14比13 換了站位 往中路站一站 改變一下發球的位置 變直線 所以繼續丟死 不過這個球 朱宜霖沒有收到效果 雖然往中間 發球的位置已經往中間站了 想要嘗試來改變一下 但是這個球在第三板的銜接上面 整個節奏沒有跟上 換成夢 還有 好球 殺到你接不住為止 精采的一個攻防戰 現在成夢再取得一次局末點 這球打得相當果斷喔 兩個大腳 非常精采 對 這球基本上拉到的白線喔 已經拉到的這個邊線的位置 好球 好球 這球防得漂亮 真的 真的 就是打不死啊 15比15 還是吊死 這樣留在現場 欣賞著德國球迷 應該也可以開了眼界啊 對 這球 兩大腳的不斷的防守 最後逮到了這個正手的空檔 朱宜霖整個攻防轉換相當的平衡喔 整個重心也都沒有跑掉 第一局 打得真的掐得很緊喔 好球 掌握到上手的機會喔 反過來 朱宜霖賽末點 現在就是 互換賽末點的一個機會 但要連拿兩分 真的這麼困難啊 真正是局末點 第一局就 就掐得真的很緊喔 這次嘗試改變的發球 好 終於在 第一局的這個馬拉松的戰役裡面呢 驚濤海浪是由朱宜霖啊 十七比十五 搶下第一局 我們先請大家休息一下 好 在第一局的比賽 女單八強 果然我們說 二號桌啊 籤表下方 紅通通的 因為兩場 對戰呢 通通都會是 中國的選手 捉對廝殺 所以我們想要先看到 陳夢和朱宜霖 第一局就打到 難分難解 那當然 這個 一翻兩分眼啊 天堂地獄一線間啊 贏的當然就是很輕鬆 辛苦拿下的第一局 對 但對這種 不斷拉鋸 丟死的時候 丟掉的陳夢 這個可能就會比較 心理上去對 對 在第二局的部分 這個 開局就相對的重要 看看 陳夢有沒有辦法 開局還是把分數掐住 如果這個時候 能夠掐住 這還有機會 這個球比賽 最怕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對她比較傷就是因為 她基本上是先拿到 局末點 而且她也拿到 比較多的局末點 但最後都被 朱宜霖給 一一化解 第二局陳夢還是打得相當的主動 只不過 剛剛這個最後這個出手 角度差了一點點 蠻可惜的 看起來情緒上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現在就看 在這個 工房轉換這一端 陳夢能不能在 在下最後這個 重拍的時候 能夠把握住 能夠把握住 兩個人 前面也是 開局 開局 掐得蠻緊的 又是2比2 側下選的發球得分 很快 兩個人反手 相持的節奏 都很相當地快 都是在盡臺 還有快絲 4比2,朱宇霖 稍戰上風,取得領先 1,朱宇霖 這個台內球 會擺15 難度並不是特別高 這個球 1,朱宇霖 有碰到球桌 差到邊 手一定要舉起來,注意一下 1,朱宇霖 連追了2分回來 雙方還是一個拉鋸的情況 我想這個 勝負的關鍵 都會是在接近尾局的時候 才會拉開 兩個人畢竟太熟悉了 有時候要變化什麼 都會戰術 或者是節奏要變化的時候 對方其實都能夠 已經猜想到1,2了 所以一定都是要等到委屈 關鍵的時候 看誰出手能夠果斷一些 或者是變化能夠更大膽一些的時候 才會是決定勝負的時候 這個球 朱宇霖連拿4分 這4分 居然 整個狀態沒有掌握住 重發一次 好球 主動搬出台的進攻 這樣北宇連掉5分 對 陳夢這一局心態保持不錯 沒有因為上一局 這個Dews落敗之後就洩氣 反倒是打得還是相對積極一些 這球想要再大膽變直線 看有一點擠壓 所以中斷了陳夢這一波 5比0的攻勢 所以要再大膽變得不錯 就是5比0的攻勢 在2比0的攻勢 兩三個球在接發球 能夠第一板搶攻回接球的時候 都是失誤 到了終局 這個時候要注意 如果被朱宇琳反超前 情況就不利 8比6,陳夢保有兩球領先 不過差距並不大 還是要能夠堅持到底才行 好球 陳夢改變了這個拉球的弱點 收到效果了 大膽的變線 9比6 9比7 9比6 5 9比6 5 1比7 6 9比7 9 9 9 能不能够翻回一局 雙方還是兩分的差距 朱宇玲來發球 兩分差其實真的差距不大 而且現在朱宇玲也自己有兩個發球的機會 改變了 馬上就再追一分回來 真的是不大 一秒就回來了 兩分差而且又自己發球 李翁上手 好球 兩大腳的調動 陳夢現在在戰術上 在線路上是會先從朱宇玲的正手去打開 再調動回反手 讓朱宇玲在重心變化的過程當中有些失誤 連續兩局都是陳夢先取得局末點 第一局的時候這又是錯失掉 現在看看再一次的局末點能不能扳回一層 好 拿到了 這一次並沒有說再跟對方僵持了 所以第二局的比賽是陳夢 11比8 頒圍了一層 不過證明了 頭兩局兩邊都打得蠻艱辛的 所以誰站到優勢真的是說不準 所以誰站到優勢真的是說不準 我們再稍後片刻來看第三局 趕快再回到11Sports來欣賞這場女單的賽事 已經進入到八強了 所以排名前十的這些高手 基本上就是佔據了所有的位置 對 強強對決 除了現在二號桌在進行的陳夢 還有朱宇玲的交戰之外 另外一號桌也是精彩的好戲 就是可能中國最要嚴防的日本的女將 平衍梅宇就正在跟新加坡的一姐 黃天威在做交戰 所以在這個八強的名單 分成前四位跟下面四位 下面四位就全部都是中國了 我們提過 就我們會看到這兩場 那上面就是丁寧站的一個位置 那有兩位日本的選手 包括石川嘉誠 他在另外一場的這個比賽 就要先跟丁寧來硬碰硬 對 因為這個簽表的關係 所以上半區丁寧自己獨守 上半區會比較辛苦一些 不過這也是要證明她是 女單現在天下第一的時候 不過這個積分上來看 她跟第二的劉詩文 基本上是同登同分 沒有差別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前一二三四五六 結果這些人的分數都很接近 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對 其實都是幾分之內而已 並不會差太多 包括我們的正義鏡 我們的一姐正義鏡 她雖然是排第七個 可是她也是三千分以上 對 那第一的劉詩文還有丁寧是三千兩百八十四個 所以你看都不到三百分 對 你真的就是強者 真的就是集中在前面非常強 對 前十名 大概是一個集團 兩個人反手快思 這個球 陳夢前面不斷地主動發力 最後這個球比較可惜 想要再帶更大角度的時候 然後失誤了 兩個人就好像是在跟鏡子打球 一模一樣 就我打牆壁又彈回來這種感覺 就看誰先失誤而已 這個球比較主動 不斷地在發力 再來 這個球 揭發球 朱依琳主動的七半 反手先提拉起來 還是主動的發力 不過這個球 陳夢先變直線了 好 兩個人的打球的節奏都相對的比較慢 而且越到後面的拉就會更慢 對 想的都比較仔細一些 就是反手相持 好球 主動側身 陳夢 兩個人都在相持當中 不斷地在加質量 找機會 然後 一拿去 主動變線了 這手相沒有極竭 我們現在路線漸漸打開了 2分差 分數都差得蠻緊的 不是2分差3分差 不是讓朱宇琳擰起來 我現在只找朱宇琳拉了一個3分的差距 換了這個站的位置 發球的站位 考球逮到了反拉 對 在第一個球發球 就是做一個戰術設計 讓朱宇琳輕拉起來 來反拉 回到2分差距 這球有點幸運球 好球 打了一個對角線 這個路線在出拍上是比較困難的 側過勝來打一個大斜線 跟一般的這個正常的斜線是相反的位置 屬於比較難掌握的球 7比5 對方的球 還是守護了兩分的一個領先差距 好球 反手發力 7比6 今天這場比賽我真的覺得我們球評評估4比1是不是 4比2 4比2 太客氣了一點 照這樣看起來 打到7局都不意外 真的沒有一個方可以說很明確站到優勢 對 有沒有一個突破口 8比6 好球 保持2分領先 好球 剛剛有點觸到網子 好球 陳夢這球主動地帶開兩個大腳 看到這個 反手的位置 不斷地變現 好球 胡白 這個球 陳夢 幸運球 這球觸網又擦邊 到了比賽的尾局 兩個人的發球 在站位上都會來做一些變化 來到半出台了 這個球 陳夢還是咬得很緊 一度追平了 現在讓朱宜霖拿到第九分 還是往台中央站 再來一次 好球 追平 這球側身 這個球好像又有點插到邊 9比9 關鍵的發球 這個球 陳夢想要發力 但力量沒有控制好 不然前面這幾個對拍 他感覺上又是佔了一個主動的一個 其實是壓住了朱宇霖 但最後這一下發力有點過猛 不然他其實前三板已經有佔據到主動了 對 他在朱宇霖的手上 而且還是他的發球 所以節奏真的都會放得非常慢 對 这球拉到了薄皮 所以对陈梦来说 虽然一路苦追 不过最后还是束手了 11比9 让朱与林抢下第三局 目前双方局数是2比1 朱与林的领先 赶快欣赏这场女单八强赛 要来到第四局 陈梦跟朱与林两边是你来我往 也可以看到每一局的比分 都是非常的接近 果然都符合我们在开打之前的预测 真的是一定会打到天昏暗地 但希望不要打好打满 我心里想支持你 不过这个在他们过去这一个月 闭关训练就是为了备战四锦赛 就是以朱与林的了解 或者是过去在台湾的这个经验 因为他们应该心里也都知道说 非常大的机会我们有可能 会遇到 我们一起练 但我们最后都是要遇到 要分高下 那这样在练呢 怎么练呢 我不可能在练的时候 把我的鸭箱宝都拿走 这倒是真的 我要跟你对打也不对啊 那我要赢你还是输你呢 其实有时候会有技巧性 会保留一些啦 通常是在训练的时候不会出增进 这个也都是有可能的 那或者是在 还是会排开啊 是找其他选手来的 也会有陪练啦 这个以中国的体制来说 当然也是会有陪练的 陪练员的这个角色 但是我想也一定 主力会跟主力这个练习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啊 所以其实你有什么招 或者是说你打球是什么节奏 对方一定都是相当清楚的 其实所以在这个比赛 胜负的关键往往都是一两分 就关键的时候我果断的变现 我果断的突击来收到效果 这真的是一两分之间的事情 而且我现在必须说 陈梦的头发留长了 然后帮琴妈回 刚刚这样看 我真的觉得他越来越像黄小蜜 的确是同一个家族 轮廓有点像 是不是 你看 马上外国的导播都知道 我在讲什么 马上take一个 这球 注意你的反手 但是保护得相当好 这个球停住了 没有再继续连续进攻 对方的打法 你敢吃这个 你这样的打法 我想打好打满的几率 还蛮丟的 回合都多 真的说不出来要怎么样 这两边都不断的 一是试探 二也是不断的在改变方式 都在想战略 因为光靠一招 是没有办法压制住对方 那其实感觉上今天 陈梦这个反拍真的还蛮 蛮有威胁性的 这个正反的转换也都非常快 对 所以感觉上 以这个击球的这种感觉 反而他并不会说输给朱宇 那就是反弹反而苏宇 现在是分数 局数上是领先的 对 这几个球 有点没有盯住 正手位的失误 跑出来了 在一位上面 或者是在跟球上面 正手没有跟好 又是中路的争夺 好球 这个被他逮到了 整个位置已经让得相当开 在第一局我们看到陈梦有这个球 但失误 不过经过两三局之后 这个球他在主动车程的把握上面 这个球是体现得相当的不错 动作以及各方面 身体的延展性都相当的完整 放出台 好球 带到了这个大脚 对 都没有什么 好球 来 我们好球 来 我们来 好球 没想到 我来 我开我 怒了 了 一直不斷嘗試主動的變線 這點倒是保持得不錯 沒有想說沒有因為四分的領先 就不斷地打重複線路 反而還是在持續地找漏洞 找這個節奏 變化 很輕易地就要這一分比較可惜 很輕易地再追回了一分 連追三分 這個時候叫暫停了 這時候應該是陳夢先叫的暫停 在進行到第四局的時候 一開始一開始陳夢是取得領先的優勢 不過最近這幾分都被祖宜玲掌握住了 對 連丟三分 剛剛其實是四分領先的差距 現在被追三分趕快喊暫停 畢竟如果這個球 這個時候如果再被反超前 那陳夢比較不利 會呈現1比3的這個局面 所以在這一局勢必一定要想辦法頒平 在今天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待會要登場的是另外一場八強的賽事 是要由世界第二的劉詩文 來面對資格賽打上來的木子 所以在今天這兩個組合 因為同時一桌跟二桌會同時開打 就會把女單四強的這個名單 就會全部打出來了 那當然對台灣觀眾來說 最重要的是在這兩場女單賽事 結束之後的莊智淵的一個比賽 需要大家來幫我們的台灣戰神來加油 那至少在這一次的市井賽裡面呢 我們在混雙的一個項目呢 確定會有一面同牌進場 這已經是何喜可賀了 幾個恭喜 相當久沒有這個在混雙項目 有奪牌的這個成家機了 對 不過暫停回來之後呢 還是沒有辦法 陳夢還是沒辦法止血 所以分數已經被朱宜玲給扳平了 這也是朱宜玲我們說他 真的滿厲害的一個地方 你會感覺好像大部分時間 陳夢都是不斷地用強攻 在掌握積極的進攻 但是他都有辦法擋下來 都是陳夢主動 不過分數都是朱宜玲拿到的 他在防守轉進攻這個環節 是做得比較好的 不過剛說完自己就出現一個失誤 所以7比6 糟糕 我現在不只覺得 陳夢這樣看起來像黃曉明 我連成龍都覺得他有點像怎麼辦 明星臉 都是幻覺 我這樣會不會被罵 而且我看新加坡一姐馮天威 我真的覺得他長得有點像鄭中基 不是 我是在稱讚他們 明星臉 明星臉 但性別要相對 7比7 比賽就是這麼殘酷 真的從第一局到第四局 兩邊都是在拉鋸 所以這場比賽已經快要進行一個小時了 還在第四局 但這真的就平均一局 就是15分鐘的時間 對 不過由於這兩位選手 打球節奏也比較慢 你可以看到在球與球當中 這個擦翰 或者是在準備的過程 其實都是花了比較長時間 這個跟打球的習性跟節奏都有蠻大的關係 連續的兩大腳又是快絲 陳夢主動的先壓正手再打反手 再追成平手 所以球評會比較喜歡這樣15分鐘打一局 還是10分鐘打完五局 打三局 這樣子 我們看內容好了 看內容 以你的角度你想想 這樣子拉鋸應該比較好看吧 這樣子拉鋸當然是好看 對球迷朋友來說也比較有眼福 對球迷朋友來說也比較有眼福 可以放慢 不過這球 被逮到了 所以不管是在前台或者什麼 其實你打到正中線這個位置 是不是都比較會比較危險 對 因為一側身 就側過去 然後可以用轉正手反拉 不過朱宜琳剛剛這個球 是刻意地把節奏拉個比較慢比較高 請成對拉 沒有碰到 是觸網 對 但是沒有進去 沒有進去 對 9比9 所以陳某也是 真的在今天這些比賽 這樣看起來真的比較可惜 對 球運差一點點 不過剛剛可以看到 朱宜琳有一個很細膩的回擊 是用正手防 對 這個球 其實貼得很好 這樣子我可以說 朱宜琳是防守大師嗎 他今天真的都一直這樣擋 一直不斷地在擋 就靠著這個防守轉進攻 但這個套路 贏得比較多分數 陳夢雖然有一些球都是 暫居的主動 但是 往往被這個 朱宜琳打回頭 好球 逮到了 回球過高 真的就是 只要有這樣一個漏堂 對今天看起來這樣 積極殺球的 陳夢來說都不會放過 對 所以相對的朱宜琳必須要避免 這樣子的太好打的球 對,沒錯 這個回球 回給了陳夢 所以橘墨點又出現了 這是陳夢扳平的機會 快點 不過這球有一個 蠻技巧的回擊 這個朱宜琳 剛剛是輕輕地 輕輕地把球帶起來而已 並沒有做太大的旋轉 所以他在這個力道上面 其實是不斷地在去做變化 讓自己集出的球 有不同的質量 不同的旋轉 去擾亂對手 喔,這球差邊 所以還是一次陳夢的 局末點 現在德國的民眾當然 進場看球 我相信 欣賞到這樣 雖然不是他們的 主力的這些選手 但是能夠看到這樣子 頂尖的交陣也是值回票價 但我相信這些德國的民眾 重點會放在等一下 男單32強的交戰 對 那個就要呈現出來 因為32強 所以大量的這個 歐洲的選手都有打進去 所以其實這次的賽會 其實是女子組進行的比較快 好,在又是一個 辛苦的拉鋸戰當中 這一次局末點沒有措施掉了 12比10 陳夢能在第四局呢 扳回一層,雙方2比2平手 好,在今天的女單八強的賽事 看我們多會選 選到了這個拉鋸戰的這一組 呈現的是非常精采的高手過招 所以我們說一再強調 以籤表下半部來看 八強的四位選手 我們切成一半 四位選手全部都是中國女將 你就可以剛剛好 以他們的實力跟排名 就是東協吸毒南地女的 中神通在籤表上方叫丁明 對 自己獨守 上半區 所以現在下面在畫山論劍 打得有夠慘烈 來到第五局 不過今天陳夢真的在主動進攻上 真的是非常的兇悍 對 但就是掌握度 你感覺上這個成功率好像就是五成而已 因為剛剛這個球也是蠻好的機會 如果他的成功率可以拉高的話 現在或許都不會拉鋸成這樣 對 好 旁邊線 這也是Lucky Ball 你今天感覺好像 陳夢的Lucky Ball還蠻多的 也不少 兩個人都互有一些 這球打在球台邊緣改變了這個方向 這球直接發球得分 不斷地主動地發力 好球 力道真的是有夠猛的 今天這個球 陳夢掌握得不錯 反手找到了空檔之後 正手的側身轉進攻 在前幾局都有這個球的 球的這個產生 打一道了 哇 這個球防得好 注意人 防守能力相當的優異 這個球停頓下來 陳夢以為這個球沒有上台 哦 嗯 嗯 嗯 沒有在繼續地還原準備 沒有在繼續地還原準備 好球 打到了這個陳夢 那就 擴大到三分的差距 我們說擴大 三分就已經是擴大 對 這兩個人都是兩分 一兩分差 比賽 比分一直交替的上升 哦 主動進攻 這個球 來到了斜線 反而在中局的部分 朱宇琳連續兩個主動的進攻 6比2的差距 就不起來 所以 差距還在擴大 現在的比數應該是7比3 嗯 所以大會的這個轉播單位的這個 字幕機應該又出現了一些故障 哇 好球 兩大腳的帶動哦 嗯 在我們也提過在女單的這個 市井賽的舞台上 兩位選手呢 都還沒有打經過前四過 嗯 所以今天 贏的那個都可以 替自己是寫下一個新的記錄 是 哇 這球又回白了 比較可惜了 嗯 所以在這一局 反而 這個 陳夢出現的狀況比較多一些 對 用力都 力道都是 大了一些哦 用力過猛哦 想要把質量 加得一下加得太高哦 想要出質量就容易失誤了 好球 突襲了一個長球 所以幾乎每一 在每一局當中 兩個人都有發長球的這個 這個戰略哦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 牽制對手接發球的 站位的一個 一個球路哦 出往衝突 好球 就是先發力 在中路的反手相持之後 陳夢 就是主動語的發力嗎 發比丟 這個球我也失誤了 這時候叫暫停了 所以兩邊都把他們的暫停給叫掉了 是 但是現在的局數才是2比2而已 所以會覺得這個暫停那兩個人都用得有點早嗎 不過因為這個時候也是蠻關鍵的 2比2 8比7 剛剛已經注意了其實是領先3分的情況 現在被最近剩1分 為了趕快把這局拿下才叫了這個暫停 也是在相當合理的範圍 好 趁這個空檔再次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在稍後 這可能時間會受到一些影響 因為賽事都安排在電視轉播的這兩桌來進行的話 那要比較下一場的女單打完才會 對張志願的比賽才會進行 沒錯 那時間現在看起來可能要到1點 嗯 蠻有機會的 原本的表定是12點半 對 不過看這個照這場比賽的節奏這樣看下來 應該會延後了一些 好球 整個站位上朱宇琳還是保持在前台 能夠快速的帶回 看來這個暫停還是相當有效 有受到效果 不過由於是這個同國家的關係 在教練習上面是沒有教練指導的 這個也是一般蠻常見的這個做法 可惜在回白的時候失誤 現在朱宜琳又取得了一個局目點的機會 抄邊了 那真的就沒轍了 剛好被他撞到 所以是一個… 蠻幸運的情況 所以在這一局 我們再看一次這球 真的是非常幸運 那陳夢也只能夠認了 對 沒辦法 遇到這種情況 好 那現在朱宇琳呢 再抄前的一局 很難的戰役 趕快繼續看下去 陳夢碰上同胞選手朱宇琳 來人格然要來到第六局了 現在朱宇琳是取得3比2領先 這一局再拿下來的話就可以結束這場比賽 取得個人呢在市井在女單項目的一個最好的成績 就是晉級到前四 那當然我們剛剛如果鏡頭都有帶到在局一局回來有看到的話 這同時都會進行兩場比賽 一號桌跟N號桌 不過一號桌真的秋風掃落葉 那真的會蠻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因為新加坡的一姐 馮天威是被海澱 被植落寺敗給了平野梅宇 看來這個平野在現在還是在勢頭上 而且這個4比0的這個比數是蠻淒慘的 所以才會發現這邊拉鋸得很近 另外一邊早早就結束了 所以馮天威最掙扎的一局是在第三局 18比16 輸掉 其他他最多單局只有拿到5分 11比5 11比2 18比16 11比5 所以或許因為我們在今天的轉播來的時候 才發現馮天威在雙打才打敗我們 他中間隔不到兩個小時 馬上就進行下一場比賽 所以當時我就才在問邱平說 他這樣不會累嗎 我還想說這樣的賽程到底是正常的嗎 這個體力的耗損一定是會 因為畢竟中間的休息恢復時間沒有太久 但是我想這個賽程的安排是有國際桌總的 這個競賽經理們在安排整個比賽 所以我想他們已經考量了中和各個因素才排出這個賽程時間表 但是這個由於 這個馮天威也打進了混雙的這個項目 所以才會耗掉這麼多的體力 當然現在是在幫馮天威可以說是找理由 因為你會想說 這個馮天威的世界排名是第四 對 就是你會想說這個 如此高手你要直落四都好 不是四比一是有點意外 但你的內容也不會想說落差這麼大 分數也是差了比較遠 真的在幫他找理由 就或許是體力上真的條件有一點負荷 畢竟經過了這個高強度的比賽之後 一定會這個專注度啊 或是什麼體力上都會下滑 這是比較正常的現象 還是他其實打桌球會說沒有差別 因為都在不用太大範圍的跑動 像這種高強度的比賽是一定會差很多 你跟他還是在流汗選擇我們的額頭 還是流了很多汗 其實那個一場比賽打下來 有時候衣服會換三四件 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麼緊繃啊 對 這個其實 不是沒開冷氣的關係 是真的累 真的這麼拚啊 因為這個短期的這個爆發力 不斷的在用 你可以看到其實一個球 不過就是四五個回合 在這個順發力 都開到最大的情況下 這個力道或者是體力都會耗成 其實運動量也是算蠻大的 蠻大的 桌球運動是真的會累的 對 你看這個 其實都是全身的力量貫徹下去 所以你看兩邊同樣是八強的比賽 同時開打 另外一邊平野梅宇 現在可能已經去吃撒西米了 都快吃完了 回來開電視這場還沒打完 不過現在朱宇玲漸漸地掌握到了主動 好 那對陳夢來說 就不妙了 因為已經沒有在退的空間了 對 2比3落後 3比6又落後 比較危險 但這個就是對決 如果我發現 我今天一直積極強攻這一招 無效 現在已經到了背水一舉的情況了 對 但在陳夢這邊還是沒有要 改變打法的這種感覺 對 這跟這個選手的打法風格比較接近 對 所以他其實 你要他換太防守型了 他也沒辦法 沒有辦法在這個瞬間去做 在比賽當中去 過程當中去做這麼大的變化 但他能夠變化的 大概會是擊球的力道 或者是旋轉 但是你說要他變成 防守比較多的比例 倒是比較困難 還是比較可以像那種 削球高手 從頭用削的 這比較困難 就是他們練不會說 要這樣十八般舞藝通通都會 一般不太會 對啦 這樣以攻擊型的選手來說 很難再去練別的東西 也不會說這麼多 這麼堅持 對 因為畢竟那個轉變是比較大的 我想說你武器多 你遇到這種瓶頸就可以換一下 我這完全就是用業餘的形態 單純的提問 因為我在 只要能夠變招就有 我在運動中心打 基本上是球能夠打過去就好 不會想到這麼細 對 但是成立這樣子不妙 對 八比四 拉開了 但這場比賽已經 進行了超過一個小時 又十五分鐘了 就真的就剛好 就一局就是十五分鐘的額度 真的 雖然有 有小明表哥 還有安傑拉寶貝表嫂的加持跟支持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縮小差距 就是有點幸運地出到王子 然後進到了檯面 所以這場比賽你也可以看到真的是 攻守的一個矛盾的對決 對 然後告訴我們會攻不一定會贏 對 你可以看到朱宇玲這種會擋也真的是 這個技巧 我們就說速度這麼快 但是他都可以把它擋回來 對 真的 好 那已經是到了賽末點了 不過我想陳夢在今天市井賽 女丹的這個路上面這個過程 還是要給他掌聲鼓勵啦 沒錯 不過我們要先恭喜朱宇玲 在前面拉鋸了半天啦 一直到第六局 才比較順利輕鬆地過關 十一比四 等於最終的比數 專業的就是你看 賽前預估就是四比二 差不多了 兩個真的滿接近的 還是要稱讚我們的講評啦 喬丹哥 精準地預測到四比二獲勝啦 但因為這個比賽時間是已經超時了 所以場上也只是會短暫地休息 待會呢就會繼續來進行 下一組女丹八強的一個交戰 那這邊還是要恭喜這個朱宇玲啊 他也取得了他在市井賽 女丹項目的最好的一個成績啊 打進到了四強 至少會有一面獎台近代 那也要 也要肯定陳夢在今天的這個表現 是非常精彩 那這場比賽的轉播在這邊要暫時告一個段落 稍後呢在鎖定11 Sports 馬上來欣賞下一場的比賽 閒聊天 谢谢大家